15条最迷人的海岸线 可能是闲闲的海风,雄伟的悬崖,又或者美丽的沙滩,细密的海浪,充满魅力的蓝色海洋,总能带给我们一种舒适放松的感觉,仿佛所有的繁杂与喧嚣都远离了自己,有的只是一份静谧和惬意,所以让我们一起抛开烦恼,共同去欣赏最迷人的15条海岸线吧! 第十五位,俄勒冈海岸 俄勒冈绵延580公里的海岸线,是美国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它是原始森林和岩石悬崖与太平洋的交汇点,更具体地说,海岸被分为了北、中、南三个不同的区域,北部海岸以其磅礴大气的自然风光而闻名,例如长滩半岛,中部海岸遍布着星星点点的灯塔和渔村, 冲浪、钓鱼和划船都是这里非常受欢迎的活动,然而南部海岸是这两个地区中最具乡村特色的,它远离大都市,是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最佳地点,您可以在这里找到您想要的各种风格的海岸。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请您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您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的视频了。 第十四位,福门托尔海角 福门托尔海角是位于马略卡岛的一处海角,这里也是西班牙最早迎接日出的地方。 马略卡岛是西班牙巴厘阿里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岛上山脉延绵,海拔1445米的马略尔峰,有着纯净的山岳风光,地势陡峭的山脉上散落着风光如化的城市,这里拥有沙质的海滩,陡峭的悬崖,海岛上遍布着橄榄树和杏树。 近一个世纪以来,这里都是地中海著名的避暑度假圣地,而福门托尔海角则位于悬崖峭壁峻美的海岸之处。 这是一个狭窄的20公里长的半岛,极度暴露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海洋和阵风中,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风的交汇点。 白色的塔台屹立在深蓝色的地中海悬崖之上,崎岖的山道与峻峭的山石和碧蓝的大海融为一体。 鬼斧神工的大自然将海湾雕刻成了让人叹为观止的景观。 福门托尔也因这一令人刻骨铭心的地中海美景而扬名海外。 第十三位,绿松石海岸 卡尔坎位于土耳其地中海,也被称为绿松石海岸,在古代被称为吕西亚,是地中海鲜为人知的瑰宝之一。 它的海湾的确是绿松石颜色的,尤其是在废提耶附近的死海泄湖。 海岸线将土耳其无以伦比的文化遗产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美丽大自然结合在了一起, 为向往地中海及爱琴海以及喜欢环保旅行的游客提供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选择。 除了风景,绿松石海岸还有很多著名的历史景点,比如世界遗产翻红花城。 第十二位,莫勒悬崖 莫勒悬崖位于爱尔兰岛中西部的边缘,它或许算不上壮丽,可这丝毫也不影响它的独特魅力。 悬崖面向浩瀚无际的大西洋,以奇险而闻名。 莫勒悬崖横跨大西洋241米,沿着爱尔兰西海岸延伸约14公里。 它由地壳变动和大西洋惊涛骇浪无数年冲击而成, 整个海岸如同是被刀斧剑凿一般,均是笔直高高地筑立在大洋边。 悬崖最高处距海平面200多米,极为雄伟壮观,是大自然令人叹为观止的杰作。 沿着这些悬崖自驾,你将会看到腐劈刀舵般的悬崖奇特地显现出秘密的层次, 仿佛是一部千古的巨书。 夕阳西下,又见烟波浩渺的大夕阳上涌动着一片片灿烂夺目的金灰。 我并不建议大家在旅游旺季去那儿,因为旺季时每年大约有150万人去那里参观。 第十一位,爱德华王子岛 爱德华王子岛位于加拿大东海岸外的圣劳伦斯湾。 虽然这个岛本身以其古雅的魅力而闻名,但它的海岸线更值得一看。 整个海岸线绵延1800公里,它由长长的海滩、沙丘、红沙岩悬崖和盐水沼泽以及众多的海湾组成。 海滩、沙丘和沙岩悬崖由沉积岩和其他含铁量高的物质组成。 这些物质暴露在空气中会氧化,使大部分海岸呈现出鲜明的红色。 而且由于侵蚀的影响,这些海岸线随着季节不断的变化,形成新的形状、新的沙丘和新的洞穴。 因此,尽管它们看上去十分漂亮,但却成了该地区的一个生存问题。 在2021年,爱德华王子岛政府制定了两个沿海地区的扩大修复计划以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 就我而言,我只希望修复工作能够顺利地进行,这样我们的后代也能够看到如此美丽的风景了。 第十位,阿玛尔菲海岸 阿玛尔菲海岸是位于意大利索罗托半岛南部约50公里的一段海岸线。 崎岖的海岸线上点缀着一个个风景如画的小镇,是欧洲最壮观的海岸线之一。 1997年,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这里峭壁层次分明,色彩缤纷的华丽建筑,佇立在山路两旁。 美丽的海滩和巨大的柠檬树形成了强烈的视觉效果。 当游客穿过阿玛尔菲海岸公路到达城镇,绝对会被这里的景色所震撼的。 您可以漫步在波西塔诺的彩色房屋之间,近距离感受意大利人民的热情, 或者感受阿玛尔菲镇著名的大教堂,你甚至可以乘坐杜伦去卡布里岛, 那里以其美丽的建筑,华丽的别墅和著名的蓝色洞穴而闻名。 虽然阿玛尔菲一年到头都会挤满世界各地的游客,但它绝对是一个必看的景点。 第九位,冰川湾国家公园。 冰川湾国家公园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是全球面积最大的世界遗产之一。 在地表,巨大的冰川山脉形成了极为壮观的景象,而深入到冰川底部之后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这项跨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坐落在辽阔的北极地区,素有极地奇观的美称。 如果您喜欢寒冷,那么这里就是您的最佳去处了。 这里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完整的生态系统,典型的冰川作用形成了迷人的景色。 沿绵一万三千平方公里的崎岖山脉,环抱着避风港的海滩、峡湾、潮汐冰川,都是这一地区特有的景色。 冰河湾是长达一百零五公里的大峡湾,有十六个巨大的临海潮汐冰川,还栖息着各类的野生动物。 有海洋里的驼背经、虎经、海豹和河水塔,陆地上的玉空驼鹿、阿拉斯加黑熊和棕熊、狼、黑尾鹿等哺乳动物。 不过因其围绕在陡峭的群山中,只能乘船或飞机才能到达。 到达之后,不仅可以进行徒步旅行,还可以参加公园的许多水上项目,比如乘船游览、披滑艇、漂流、钓鱼、冰川观赏和鲸鱼观赏。 第八位,达尔玛提亚海岸 漫长而崎岖的达尔玛提亚海岸,位于克罗地亚东南部和黑山南部沿海,绵延七百多公里。 沿海石灰岩构成的山脊露出海面,成为狭长的半岛和岛屿。 软岩形成的纵骨被海水淹没,成为了狭长的海峡和海湾。 该地区有清澈的大海,数百个离岸岛屿和令人惊叹的海滩,但是它的美远远不止它的自然风光。 达尔玛提亚海岸被人们形容为克罗地亚的蔚蓝海岸,这里除了得天独厚的以拟的亚热带海岸风光外,它还拥有保存完好的罗马、希腊、威尼斯和斯拉夫建筑。 所以,提到达尔玛提亚,人们更多想起的是蔚蓝的大海,无尽曲折的海岸,海岛上散布着的优质沙滩和码头,以及星罗散布的一座座有着浓郁历史气息的小镇。 海岸上散布着独特的中世纪建筑,这里的建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比如斯普利特的老城区,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除了历史和建筑,该地区还因其地中海气候而闻名,当地还有种类繁多的各种美食小吃,让人流连忘返。 如果您喜欢水上运动的话,可以去达尔玛提亚海岸尝试跳岛,或者去其他岛屿的度假圣地,包括维斯岛、布拉克岛、科尔丘岛以及赫瓦尔岛。 如果您想感受现代风情,可以去杜布罗夫尼克、斯普利特和扎达尔等大城市。 达尔玛提亚海岸的诸多风光可以满足您的任何度假需求,是一个绝对不容错过的完美度假圣地。 第七位,桑给巴尔海岸。 桑给巴尔,位于东非坦桑尼亚东部一个岛上的印度洋沿海城市上,是兴起的旅游新热点,也是一颗尚未被广为人知的普遇。 它以其白色的沙滩、珊瑚礁以及充满海洋生物的清澈海水而闻名,被誉为是非洲最美的岛屿之一。 岛上融会着非洲传统黑人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印度文化,这些文化的融合是这里的一大特色,这也使得桑给巴尔有着很多精彩的景点。 桑给巴尔岛南部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那里到处都是海滩和度假村,但在岛的北端你可以发现人烟更少的马特马伊海滩,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浅山湖环礁岛, 非常适合潜水、浮潜航行和水上运动。 岛的西南方是海滨城市斯通敦,这是岛上最大的人口中心,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的世界文化遗产。 它之所以获得这个称号,是因为它是一个全球大熔炉,这里受到了斯瓦西里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印度语和欧洲文化的各种影响, 使得这座城市的语言、食物和建筑都变得生机勃勃。 所以,无论是在海滩上放松,还是享受历史和文化,桑给巴尔都有很多值得人们热爱的地方。 第六位,纳帕利海岸 纳帕利海岸位于美国夏威夷可爱岛北岸,长27公里,是夏威夷群岛上最壮观的海岸线之一。 因为纳帕利海岸不仅拥有直插天际的碧绿悬崖和留下深邃狭窄山谷的层叠瀑布, 而且还可以俯瞰太平洋的浩瀚全景。 这里布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大悬崖,这些锋利无比的庞然大雾高出太平洋1200米, 到处都是海石洞,郁郁葱葱的绿色山谷和壮丽的海滩和瀑布。 到达纳帕利海岸一般有三种途径,最受欢迎的是通过卡拉劳路径进入。 这条路径全长18公里,中间要穿越5个山谷,据说前往卡拉劳的徒步旅程充满了挑战, 有时还十分危险,通常走个来回需要大约三天时间。 如果你不是徒步旅行者,你可以在多格里海滩或者西耶斯塔岛放松一下, 看一看纳帕利海岸,然后开车经过威美亚峡俯瞰壮观的山谷。 不喜欢徒步的游客也可以选择乘坐游船或者乘坐皮划艇, 沿途可以尽情地欣赏纳帕利海岸悬崖的壮丽景色, 还可以乘坐直升机,亲眼目睹无法通过陆地或水上到达的地区, 体验纳帕利海岸壮观的全景。 第五位,大塞尔 大塞尔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 沿太平洋有160公里长的崎岖美丽海滨, 位于北部的卡梅尔和南部的圣西蒙之间。 沿着一号公路行驶,你会发现公路的一边是雄伟的圣卢西亚山脉, 另一边是多岩石的太平洋海岸, 这一山一水构成了一幅绝妙的风景画, 你也可以把车停在比克斯比大桥附近, 在桥上可以俯瞰深深的峡谷和悬崖景观。 虽然大塞尔有很多风景优美的海滩, 但海岸的强潮溪和洋流、巨浪和冷水 在很大程度上难以保障海上游玩时的安全, 也确实有很多人在水中或海岸岩石上攀爬时遭遇到了危险, 所以在这里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过沙美源海滩可以让你尽情地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那里有大塞尔海岸最长的沙滩, 适合会冲浪、钓鱼以及对探险感兴趣的人。 最重要的是,该地区的红山林 使其成为世界上最适合徒步旅行和露营的海岸线之一, 因此每年都有大约700万游客来到这里。 第四位,夏龙湾 夏龙湾位于河内以东广宁省境内, 人称海上桂林,为典型的石灰岩·喀斯特群岛, 它的名字取自关于龙夏龙的古老传说, 据说龙夏龙是越南人民的保护神, 在镜头中,薄雾笼罩着翡翠的光线, 蔓延的全岛看起来和古代传说中所暗示的一样, 超凡脱俗。 夏龙湾占地约1500平方公里, 海湾点缀着1600多个美丽的石灰岩岛屿和小岛, 其中大部分都无人居住。 2011年入选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的榜单, 夏龙湾惊人的景观地质价值和广泛的生物多样性, 值得所有到此游览的游客驻足观看。 在1500平方公里的海面上, 山岛林立,星罗旗步,姿态万千, 仅命名的山、岛就有一千多座。 由于几个世纪以来, 海湾的水和风的侵蚀, 大自然的鬼斧神宫将山石和小岛雕刻成各种形状, 形成了陡峭的山体悬崖。 夏龙湾还拥有许多引人注目的地标, 比如天宫洞、斗鸡石和京亚洞, 你可以租一艘皮花艇或一艘帆船, 在碧绿的海水上进行探索。 这些地区也深受潜水和攀岩爱好者的欢迎, 因为夏龙湾清澈美丽的海水和凛冽的山体形状, 使其成为这些极限活动的完美场所。 第三位,澳大利亚大洋路 在澳大利亚旅游, 光是大洋路就足以让你大饱眼福了。 这条全长近300公里的海滨公路, 沿着澳大利亚的东南海岸弯曲延伸, 已成为澳大利亚境内最著名的观光景点之一。 大洋路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西部, 是为纪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而修建的。 这不仅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战争纪念碑, 也是一个令人敬佩的神圣旅行之地。 它以崎岖不平的自然美景, 沉传故事和冲浪文化而闻名, 整条公路沿着海岸蜿蜒前行, 穿过热带雨林,绿色的乡村和沙滩, 带给游客壮丽的海岸风光和无数的海滩活动。 沿途可以看到几个著名的地标, 包括著名的十二室图沿, 这是十二块经过几百万年的风化和海水侵蚀而形成的断壁岩石。 在海风和海浪的剧烈作用下, 其中两块礁石已经明显地倾斜, 只剩下了八个还屹立不倒。 大洋路每年都会举办疯狂的体育赛事, 包括2005年首次举办的大洋路马拉松赛, 以及自2015年以来举办的环大洋路自行车比赛。 很多人都通过跑步、徒步旅行或骑自行车, 去欣赏这里的美景和野生动物。 人们还可以在这里探索沿途的博物馆和遗产景点, 当沿着大洋路旅行时, 你会发现每个角落都有奇妙的景色等待着你的发现。 第二位,骷髅海岸 骷髅海岸是一片褶皱斑驳的金色沙丘, 这是从大西洋向东北延伸到内流的沙利平原, 这条500公里长的海岸备受烈日的煎熬, 显得如此的荒凉又异常的美丽。 骷髅海岸充满了危险,水势交错,八级大风, 令人毛骨悚然的海雾和深海里参资不齐的暗礁, 令来往船只经常在这里失势。 海滩上有大约500艘沉船, 包括一些古代的, 包括一些木制的大帆船和现代的钢铁船, 统统葬身于此。 时至今日, 他们依然杂乱无章地散落在世界上一条 最危险荒凉的海岸上。 海滩也很危险, 这里不仅有大量的动物尸体, 还有狮子、猎狗等食肉动物在附近出没, 只有羚羊、沙漠象和极为勇敢的游客 才能踏入这一禁区。 然而, 尽管这里环境险恶, 骷髅海岸却仍有一种恐怖的美丽, 那种未知的魅力吸引着无数的游客, 在海岸边有一条公路蜿蜒向前, 虽然它几乎没有车辆通过, 但那些选择开车旅行的人, 可以体验到一边是贫瘠的沙漠, 一边是广袤无垠的海洋的怪异美感。 因此, 若敢于沿着这条极端的海岸公路冒险旅行, 那么你绝对会对它赞不绝口的。 第一位, 五渔村 五渔村是意大利利古利亚大区沿着海岸的五个悬崖村镇的统称, 村庄之间由战道和铁路相连, 这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徒步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 第一个村庄是里奥马焦雷, 也是五个村庄中最大和最东边的村庄, 是各种旅行者的总部。 彩色的小屋如积木般堆却在临海的悬崖上, 层叠相连, 错落有致, 仿佛童话中的场景。 从一个陡峭的峡谷中红西而下, 形成一个小港口, 那里有植物园, 中世纪城堡和鹅卵石铺就的海滩, 它是星科特雷的首都, 也是年轻人的首选之地。 再往西一点, 是马纳罗拉, 原来是一个海盗观望台, 据说这是五个村庄中最古老的一个, 这里到处都是中世纪的遗迹, 葡萄架还有美丽的渔岗, 是最适合看日落的村庄, 也是人们享受静谧夜晚和拍摄绝佳照片的地方。 五个村庄中最小的是坐落在一个 一百米高的岩石海角上的克里日亚, 在这里可以纵览五渔村的全貌, 也是极佳的观景地和拍摄地, 这是唯一一个没有直接通道的城镇, 但它偏远的位置意味着它的游客也很少, 非常适合徒步旅行。 第四个城镇叫做维尔纳扎, 它以拥有整个五渔村最安全的港口而闻名, 它的多利亚古堡, 弯曲的街道以及美丽的建筑, 是它深受游客的欢迎。 五个小镇中最后一个, 也是最西边的是蒙特罗索, 是五渔村里唯一拥有海滩的村庄, 它靠近海边是家庭孩子们的完美村庄。 很多旅行者都选择在这五个小村之间进行徒步旅游, 感受意大利的乡村之美。 如果是怕累的旅客, 也可以选择较短的徒步路线或是乘坐火车。 五渔村除了景致优美的自然风光, 还有很多古老的教堂、城堡和房子, 在悬崖分隔之下, 远离尘世的喧嚣, 始终保持着纯净的诗情画意和淳朴的风土人情。 置身其中, 世外桃源般的舒适窃意, 让你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 然而, 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旅游圣地, 价格昂贵的酒店, 繁忙的小道和成群的游客 都是常态, 所以淡季去玩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云游完这些美丽的海岸线, 您是否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 如果您也有同样精彩的旅行,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的话, 就请点赞订阅并分享我们的视频吧。 下期节目中,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 quote咱们885 前期再见。 老板